在美国宇航局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一张华丽的照片中,一个螺旋星系由于太靠近一个宇宙邻居而扭曲变形,螺旋星系,即NJC7714,距离地球约一亿光年,在一亿到两亿年前,NJC7714过于靠近一个更小的邻近星系NJC7715,研究人员说,由此产生的星系合并,是距离而细矩性的。 改变了NJC7714和NJC7715的结构和形状,科学家们利用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,制作了一段关于星系合并的惊人视频,欧洲航天局ESA官员在描述这幅新照片时写道,NJC7714怪异的手臂和综合系中心,延伸出来的烟雾般的金色烟雾中,都可以看到这种残暴行为的迹象。 它不忘远镜是NESA和ESA的合作项目,这次合并还在星系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,使得较小的NJC7715中的气体和其他物质,可以进入较大的NJC7714。 NJC7714是一个螺旋星系,距离地球与异光年,从宇宙的角度来看,它是一个相对紧密的邻居,这个星系最近经历了一些暴力和戏剧性的事件。 在NJC7714怪异的手臂和从星系中心延伸出来的烟雾般的金色烟雾中,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残忍的迹象。 欧空军官员说,新物质的流入刺激了NJC7714的恒星形跳,在哈勃望远镜的图像中,大部分的恒星诞生活动都可以在明亮的星系中心看到。 尽管在NJC7714中心的恒星正在形成,科学家们将NJC7714、NJC7715以PayUp248命名,NJC7714被归内为沃尔夫瑞特星宝星系,它的大多数星升恒星都是沃尔夫瑞特星的。 它又大又热,又明亮,狼欢出生时的质量是太阳的几十倍,但强风会迅速带走大部分物质。 韩国太空望远近1990年4月,在发现号航天飞机上发射,并在1993年至2009年期间,被旅航员在五个不同的维修任务中修复扩升级。 这一标志性的一期的观测,帮助改变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理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